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现在大家再来分开看我们这个练环动作 首先有第一个他要进攻我 我上去就开始说他的后 这时候第一次双方的胳膊相互控制住对方 那么这时候我马上伸手来掐他的后颅 这是第一个缩后 那么下面他开始翻纳我的翻关节 这是一个连环钦纳电穴的技术 这时候他翻纳住我的关节 那么他下一个动作将会是什么呢 走 他拧住我的胳膊 因为他一开始捆住我的肘管节了 我没有办法 这时候实际上我要把这个劲力给钻化过来 今天说我用我的肘肘肘 挤打他的耳部这些摇害部位 好 大家再看一遍 我们万针的把这个动作走一遍 走 一二 走 走 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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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招叫做暴遥积列摘脚 到 一 一 啊 一 好,大家再看我们把这个动作拆开来,演练和讲解一遍 由现在,我在这站立的支持呢 那么,我这一次是主动进攻,先用一个白脚 无论这个白脚打到对方一方,我必定要落下来,向后撤一步 做好下一步的进攻准备 那么,我白脚没摆住它,那么这时候它上来,抱住我的腰 抱住我的腰以后呢,这时候我挣扎着,非常困难 我现在摆开它的手也很困难 但是,它的最剥弱的环节部位,裂部露出来了 我就先用手,插它的脚,这时候它松开手了 那么,我就再踹它的脚尖 踹它的脚尖这时候,它的身体已经离开我了 给我留下了空档,我就马上用左脚踹它的膝盖处 好,好,那么大家在无关能力看一下这个动作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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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招式,扎臂激烈 有现在我站立之势,对方向我进攻 走 好 大家在看我们把这个动作分开来,演练和讲解一遍 现在我站立之势,对方向我进攻 走 一 二 我这时候抓住它的手,马上用右手搭它的桌手臂 剥弱不畏 这时候呢,它把它的桌裂给我晾出来了 这时候我就运用我的右脚进行挤搭它的来部不畏 以七道指腹对方的作用 好,大家在万整的看一遍这个动作 好 1 1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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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3 这次对方向我进骨 走 一 二 走 他要抓我的挡 走 一 二 走 走 好 好 大家再看我们做一下分解动作 走 一 二 他要抓我的挡 这时候我首先第一 要阻挡住他爪我的挡 紧接着 左手 拖住他的这个周周周关节处 让他辞去 抵抗能力 同时 用我的右脚来提搭他的挡部 哈 这是叫 抓挡与 翻击挡 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个动作给完成了 演练一遍 走 一 二 哈 一 二 哈 一 二 哈 这招式叫 喉抱摇 踹脚 击搭熊步 由现在我站立自私 我现在主动进攻对方 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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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哈 好 下面我们进行吼 抱摇 踹脚 吉雄 演练和将决 由现在我站立自私 那么现在我是主动进攻对方 用我的脚来摆脚 就是用离合推的方式来挤打对方 我能够挤打到就挤打到 挤打不到 我要向前面离开 那么这时候他见到 我有这样一个离开的功能 他离开从后边抱住我的脚 抱住我的脚 这个动作大家看好了 刚才我们有这样一个雷色的动作 他没有抱住我的爽手 现在他是把我的爽手全部都给抱住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个力量就发挥不出来 这时候我要想办法 把它给挣脱开来 用最本能的办法 一 二 这时候有一点空隙了 那么我马上用我的手翻过来 进行挤打它的来步 挤打它的来步以后 它自然的就松开 松开以后 我马上再解除一个钉中 钉中以后 这时候已经有空挡了 那么我紧接着就跟上去一个踹脚 大家再看一遍这个动作的 弯针严实 走 下一个招式 叫做咖步 紧脚尖 又现在站立此事 我向对方进行第一个重剑 你 好 去 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做这个粉劫动作 首先 我向对方进攻 重击我的 一个桌圈 那么桌圈被对方给破截了 那么我紧急着 我用一个右手进行冠权 腾空跳打 没打住 没打住他头一掰 这时候他看我转过身 他上去 卡住我的脖子 卡住我的脖子 这是人神的最摇害最摇害的部位 如果这样 我不能够出去 我将会失去一切反抗能力 这时候我要用最快的速度 来尽量化解他 这时候我要抓住他的核骨穴 抓住核骨穴以后 让他失去抵抗能力 这时候他的爽手会甩 一甩他自然就甩了 说了之后我来个紧脚尖 这时候大家看好 我叫他两个手 这样来回脚刹 紧接着我用力把它给摔出去 好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弯中动作 来 下一个动作 叫做倒扣袋 好 好 大家来看这个粉结动作 因为现在我这个战略姿势 我向对方踹出去 我的左脚 对方用爽手把我的脚一下子给拨开 化解开掉 耶 这时候他上来要摟 这叫摟 摟我的脖子 快住我的脖子 快住我的脖子 他想指负于我 这时候他要拥挤 那就是我抓住他的胳膊 用力的 猛然的 向下摔 叫做倒扣袋 这时候 我能够抓住他的手 就抓住 不抓住也没关系 紧接着就是 跨上来一步 挤打 对方的 摇步 或者是腹部的 穴位 任何一个地方 好 大家再来看 我们万中的演练这个动作 下一个招式 叫 翻亲娜 赫骨穴 好 大家再看 万中的演练一遍 赫将军 由现在开始 我在这儿站立之时 对方 猛然的 向我进攻 他用脚来 腾孔 提 跳 打我 走 那这时候 他打了我 我紧接着就向对方进攻 双腿章 没想到我这个双腿章 一下子 把对方给 抓住 倾打住 他要抓过的时候 进了箱下下 这个时候捅腸情况下 我们已经没有再翻换了余地了 这时候我要想办法 顺住他的劲 这时候尽量的把我这个爽周通事 向他这儿切进来 经济周 这时候我的爽周 用这个指头 压住 他的颗骨血 同时 拧劲 好 大家再看我们万能的 演练一遍 好 下面一招 我来挤打他的气门血 好 走 好 去 大家再来看 我们把它分开来 进行演练和降线 因为现在我站立之时 对方向我进攻 他首先用左脚踢窝 我先把它给拨开 拨出去 走 那么 他解决还要再急需这踢窝 来 这时候我就用这个 着手 把它给掐住 掐住 这时候 如果我要是把它给背 或者是甩 将会消耗我很大的 体力 那么 这时候我看到 它有一个气门穴 在这个大腿内侧 这个位置 是一个身体的最薄弱的 幻节部位 其实我用无数种的四凉拨前进的手法 运用滇穴的方式 把它一下子 打 这样 很轻松的 自己不费太大的力气 就可以把它给挤到 好 那么 大家在完整的 看一遍 这个动作 一 二 一 一 二 下一个招式 叫扯爆 说后 一 二 好 停 大家 再来看 我们把这个动作 分开了 进行演练和降解 因为现在我正在这里 站立了之时 对方 从另外一个角度 突然 向我 袭击 那么我做出第一个 奔弹的反应 把他的圈头给架开 金姐说 他又再一次 向我进攻 某人抱住我的摇 某人抱住我的摇 同样情况下 这时候他会马上把我给抱起来 抱起来 无论是抱起来还是不抱起来 这时候 好歹 我的这个桌球在后边 他只是把我给抱起来 我可以揉住他 这是我要控制住对方 揉住对方的跛着 那么 现在 他有一个 最摇害的 穴位 剥弱环节 留给我了 那么现在说 你要说是哪个剥弱环节 他的太阳穴 不是 因为太阳穴在两边 他的这个 人种 我可能 搭出来 发挥不了 很大的效果 那么 这就是 他的眼后部位 我用我的 大拇指 说住 他的眼后 这个部位 那么 我很自然地 掐住他的眼后 就是像 我们练习 逃路中的 那个 黑骨套行 猛然一下子 把它给 拥进一个 同时 松手 把它给 摔出去 好 起 咱们大家现在 在万针里 看一遍 我们把这个动作 演练出来 我们觉得 我们找你 如果 我们 看到 那个 但是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